被爆收錢督甲波,器件師想死。 三屆世界桌球感冰賽冠軍希健師以為真的有人給310萬港元去篤架。 到上星期六記者說他只是一個局,這個34歲的蘇格蘭球手才會害怕,世界職業桌球聯盟已經禁止他參賽。 經理人幕內說醜聞曝光之後,器件師差不多發瘋和想死。 器件師自己說在諮詢律師的意見細保清白。 又說這場名譽保衛戰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賽事,比細錦賽更重要。